港股已连续上升四周,年初至今升于1600点。回汉恒指在2018年疲弱表现,2019年开局算是不逐。上周121日恒指曾升至高位27323点后见回落。 其后多日亦受制于商约水平。反映去年12月初高位27260点距一定的阻力。整体波幅持续收窄,主要是跟农历新年奖假期将至有关。可事行指连日来成功稳守十天线。加上27000点失而复得。走势上,已形成了一底高于一底的形态。同时亦确认了24540点是这一浪红市的底部。 虽然中美要达成共识化解。贸易糾纷者的目标仍非常遥远。但是中美90天贸易停战期已经过了一半。 下次谈判日期为本周三30日至周四31日。投资者应需密切留意贸易战的事态发展。任何有关贸易战的消息军事令大使出现急升或急跌的借口。 农历新年旺季将至。澳门博彩业有望继续丁材两旺。根据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资料显示。2018年累计博彩收入为3028.46亿澳门元。 按年增14%。去年12月博彩收入264.68亿澳门元。 按年增长16.6%。高于市场预期的平均11%。更是连升29个月。澳门博彩收入布节。主要是受港珠澳大桥通车及圣诞节假期效应带动。 澳门旅游局表示。港珠澳大桥开通后。去年11月和12月入境澳门游客按年增加26.9%和28.9%。 去年澳门博彩收入理想。仿澳旅客持续回升。豪赌股理应受惠。当中游汉好守三季已有不足收入表现的澳博控股0880。 截至去年9月底子。集团第三季股东应占日利7.07亿元。而一至9月股东应占日利为22.05亿元。 二未平均每季的股东应占日利约7.1亿元左右。 撇除12月假期旺季因素。假设去年第四季股东应占日利同为7.1亿元。 则推算出去年全年赚约28.4亿元。跟2017年全年赚19.6亿元相比。 升幅为45%。此升幅教市场预期为高。相信对股价有刺激作用。 再者,澳博赌牌率先于2020年到期。其下斥资于300亿元的上浦经项目将在今年落成。 若澳门政府争的收回赌牌。出资见赌场的资金就会付诸东楼。此举或反映公司对逐牌相当有信心。 相信以其在澳门扎根多年的影响力。获逐期的机会很大。 澳门政府曾扬言,计划将非博彩业务收益占博彩总收益比重,到2020年提高至9%。 换言之,增加非博彩元素可能是营运商争取赌牌逐期的关键。 上浦经为澳博首个路讨项目,须其开幕日子一再延后。为项目有约95%面积作非博彩用途。 内容令人期待,获逐赌牌机会大上网8.8元。 憧憬即将公布的去年业绩理想,加上新赌场开业在职。 股价是时候可短炒一转。 另外,上周424日公布的新的持股结构协议。 集团母公司奥鱼获信德集团0242火霍市基金合作维持控股权。 有助集团展开新的里程碑。 以期2018年预测市帐率PB1.7倍看。 相对同业明显吸引。 建议7.9元买入。 上网8.8元。 穿7.2元紫食。